我们四个人找一位导游 带我们在旅顺口游览一天 旅顺口景区的几个景点都跟历史以及军事有关系 包含潜艇博物馆,日二监狱,白玉山,东基冠山,旅顺博物馆 最后会到旅顺港 进入到博物馆,第一个看到的是飞带 以及一个潜艇 参观的第一个节目是十几分钟,潜航体验 出现在有个左前方的,是正在静岗的船只 绿沉岗,其双反报 港白在介绍的是从美术围开始起 进一山,七,有老虎一半岛 老虎半岛正是以小身的形状,身似老虎的美方人的名 在他上方,高高耸立的白色灯卡,这些著名的老虎也等他 他就好像一位站在旁边 下潜了 我们选择的航线是一条从绿顺 到底要遇到最不安全的下航路线 将会在海底的一条深压中穿行 现在请大家看一下我投身的仪表盘 只有这个前景的什么表格 我们现在在水深22米岁的位置 在江湖下潜到70米岁的路线 第二个星船往下船外 可以看到烂流海星、海淘、大云 真的在潜艇里面的军人 应该看不到这种全景画面吧 这段是潜艇服务来进行任务 这段是潜艇服务来进行任务 我们就可以在台湖下潜艇里面摘 forensic ない风景author Nope 他就缩 Guerredu on safari 未来进行任务 上潜艇 艺 prescribe 回到旅行,然後扶上台 然後這個模擬就結束了 第二個檔要真的找到前屏的一場段 前屏裡面一節一節的佈滿了各種機械 空間這個很小 這裡是餐廳 然後傳說中的聲納是大家都要安靜的地方 這是潛望鏡 應該是整個潛艇裡面唯一可以看到外面的地方 這裡是士官的床房 兩個道吊床跟一套長沙發 這裡是士官的床房 兩個道吊床跟一套長沙發 這是士官的床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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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個方塊就是柴油引擎 一個個方塊就是柴油引擎 然後是士官的床房 然後是士官的房間 基本上就是吊床 大家都留睡的吧 然後是士官的房間 基本上就是吊床 大家都留睡的吧 這邊是士官的床房 這邊是更多的機械跟電機 然後是在浮出海面時用的出入口 喔,我找這個照相 看著剛剛走過的這一個潛艇 急覺就是好辛苦好密閉 這個博物館看滿了 現在出發到下一站 就在你還能記得博物館的方向 博物館就在這個山的對面 在另外一邊 咱們現在前面所看到的這個山 就叫做黃金山 那它是這個看上去 就像古代的時候金元寶扣在這裡一樣 那麼它叫黃金山 咱們現在腳下的這個山呢 就叫做白玉山 那這個白玉山的名字 由來就跟這個黃金山有關係 當年咱們腳下這個山叫做西關山 但是李鴻章來到這裡 來這個視察這個軍港的時候 來這個考察軍港的時候 對 對 那麼他呢就站在這個西關山上 站在西關山上 當時看向對面 隨口就說了一句 說這個既然有黃金就應該有白玉 那他的隨從就說 說大人不如把咱們現在腳下西關山 改名叫做白玉山好了 嗯 然後這個李鴻章一聽說這個主意不錯 於是這個西關山變成了白玉山 那麼 雷達嘛 那就是它的雷達不對 上面有一個瓶的這個突起 那就是炮台 當時的這個電源炮台的位置 就在這裡 現在呢全部都變成軍管了 OK 已經上不去了 所以你身要塞紙就是那邊 就是那邊 對 那麼咱們剛才所看到的這個 遼南船廠 就是那裡吧 就是那邊 所有的這些 藍色的雕車 這些地方就是遼南船廠 所以我們從那邊過來 對 咱們是從遼南船廠的南面那個門 繞了過來 到了這個山上 那咱們現在也可以看到 這個 裡面還挺有一些小型的軍艦在這裡面 那麼這個軍港指的是哪裡呢 就是黃金山加上 右手邊的這個長條形狀的島礁 叫做老虎尾半島 看起來像老虎尾巴一樣 能夠看到 像老虎尾巴一樣 它叫做老虎尾半島 那麼這兩山加一溝 中間的這個出海口 就是呂順口 那麼這兩山所環抱的裡邊的所有海域 就是呂順口軍港 這是日本人建的紀念碑 這是日本人建的紀念碑 還有一個平台 可以看整個呂順港 中午該吃飯了 到小區裡面找餃子吃 看一下師父包餃子 別被誤認為是來監督的就好 我們要來看一個監獄博物館 沿路都有風聲 然後今天確實有點風有點冷 下一站我們要來看一個監獄博物館 還是海老虎尾巴 祂隻蝦 明anto origin 和海老虎尾巴sy 你們會知道 沿路誰 是 rocks 在德安 沒有這些交 Matters 叫九席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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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园十二十三十米张 四十六秒以入园 直接往里面走就行了 真的呀 那咱们可以在那里面先看一下 咱们刚才进来的时候 看到的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办公区域 办公楼 那里面进来之后 都有这些灰色的部分 加上外面的这个办公楼 这个呢都是在1902年的时候 由沙俄修建的 当时呢 沙俄在这边也是殖民统治 统治了七年嘛 那他在这边 他也需要一个监狱 来关押一些 这个不服从管教的人 那当时呢 他在这边就建了这样一个监狱 当时只有85间牢房 但是在这个监狱 还没有完全竣工 没有完全启用的时候 日俄战争就已经爆发了 那日俄战争爆发以后 这里作为什么来用呢 作为当时的临时的马兵营 和医院来救助伤员 就在这里 那么日俄战争以后 日本取得胜利了 日本就占领这里 是日本才正式把这个地方 当作监狱来使用 虽然说两个国家 共同图建 但是是日本把它正式启用为监狱 那么后面咱们所看到的 所有红砖的部分 就是由日本在1907年 还增加了15个工厂厂房 那要求这里边的这个囚犯 进行这个劳动改造来生产 那整个这个围墙内部 是2.6万平方米 那围墙以外 当时呢还有一些菜地 果园 林场 墓地 包括窑场 那么整个算在一起 是22.6万平方米 所以这个41跟42号房 它有一个是俄国人建的 右边42号房的是日本人建的吗 对 这个所有这种灰色的 青砖的都是俄国修建的 那所有这些红色的 都是日本人后来扩建的 第三层呢 也是日本人建的 对 这上面都是日本人建的 这个灰色的算是第一期的 对 防止你肛门有夹带一些特殊东西 然后双手丢过头顶 跨过这个横梁的时候 还要用日文喊出自己的这个编号来 检查没有问题 换上里边的这个球服 它有蓝色和红色两种 蓝色呢就是子宫对犯 那横色就是重点盘管的 像我这种颜色 咱俩这个都属于重型的 这条纸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感觉可能 最有利的理由就是 它省事好处理 要不然的话其他的方式 它要处理血液什么这些东西 那它这里边会放着水桶和马桶 那基本上在这里边的吃喝拉撒 都在这一个小房间里面完成 所以这个到了夏天的时候 这里边的空气可想而知 非常的难受的 咱们注意脚下有台阶 不要注意安全 别碰头 小心 好 上面别碰了头了 那这边呢就是它的耗瓦 瘦一点的跌出来了 瘦一点的头跌出来就知道 那它这个暗瓦呢 它因为左右两边 一边两边 那它这个 对 进去的时候 就从这个侧面的小门 可以进去 那进去之后小门一关 只有这一个小圆孔 是通向里面的 那咱们我可以照个亮 你看一眼 你们是什么样子 你可以通过那个小孔 往里面看一下 小量的犹太人 那么在这里面 日本人可以吃到白米饭 朝鲜人可以吃小米饭 中国人在这里面 只能吃一些杂粮 发了煤并且掺了沙子的 这种高粱米饭 所以说 一个行律室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著名的老虎凳 以前我还认为老虎凳是把椅子 但是后来才知道 老虎凳其实不是一把椅子 那也是 它会把这个被行律的 这个犯人脱光之后 绑在这个收腰 绑在这上面 绑在上面之后 用墙上的那种竹片 进行抽打 这个叫吃行 那竹片中间 夹了这个签的 看得到 对 那咱们 只要站在这上面 那这几个方向 都能够看得到 对 三个方向 都能够关注到 那么这个设计呢 在靠在今天 这也是一个AI级别的贡献 大大的节省了这个人力 对 一个人可以看两排 对 三排 三排 对 大致行 对我们来讲 预算跟实际 是很习惯的 是很习惯的 对 我是说监狱还冰山 如果没达标怎么办 哈哈 奔赞 这个是快乐的意思 这是快乐的意思 这是快乐的意思 所以在这会不会快乐 那不会啦 比你去别的地方 做别的事情快乐 哈哈 我们在台湾都要去 当冰日吗 对 我们这个有冷静 好 现在没有 想到餐厅 空间 我们之前还有餐厅 空间 这边是门对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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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是日二的差别 日二的差别 日二的差别是在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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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就是日本的 如果来扩建的 不是有做过吗 没有 那他们就是说那种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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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高 这种 这种 上面还有一些 他们没有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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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这是后来盖的 这些不是灯 这是壁垒针 这是壁垒针啊 对 这是后来盖的吗 对 这是后来盖的 是因为这个监狱被定为这个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之后才会加了这些壁垒针 所以这边本来落雷情况很重 嗯 后续比较好处理 就是没有 不会流血 不会流血 那这个绞刑场 在这个监狱当中呢 也作为一个秘密的杀人场所 那当时它也是很低调的 他在这个外面呢 挂了一个木工工厂的牌子 哦 为啥是挂木工工厂的牌子呢 是因为 他这个 人在绞死之后 他都会装进一个圆形的木桶 嗯 然后从后面 小门抬出去 那么可以从前面进 从后面出去 形形架 然后这是尸体出去的地方 嗯 那像这些木桶呢 就是 都是当时在山上 所出土的 嗯 那里面还有 这些百里 嗯 都是当年 被绞刑之后 卖 所掩埋的 那在这里面做一个还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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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属在里面居住着 所有这些产权都是部队的产权 前几天这边还挂出了一个大和服 就是写着非本人子女 或者是配偶以外的 都属于这个叫做 出租出届要求马上规环这个产权 这都是日本人带的 对这些都是当时的日本的一些小民房 这个应该是西式建筑 要像中式的 日本人在这边建的好多建筑风格 其实都跟日本本土不是很一样的 那就是当年的关东军司令部 在一个旧址 就这个房子的 关东军司令部 对 那有人说这个关东军司令部 不是应该在长春吗 那怎么能在这个旅顺呢 确实长春也有关东军司令部 但是呢 它的时间要晚于旅顺 都是关门状态 不允许其他商品的话 对 不允许其他商品的话 不允许其他商品的话 对 不允许其他商品的话 这是旧的关东司令部 对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另外一个塔 叫做中苏友谊塔 中苏友谊塔 对 那么当时苏联红军是在这个建国以后 1955年才从旅顺特军走 那么当时呢这个毛主席比较粗壮的 都是当年日本在这栽种的 它的学名叫做龙柏 其实它并不是松树 是摆树 叫龙柏 那在旅顺呢 当年日本人一共栽种了78车 哦这个 这个长这么大啊 这个 这树在台湾比较常见 嗯 但长好大 台湾有这种树啊 台湾很多这个 大概也是日本人 这也是找到咱们车 啊 我们都是大人 噓 这是当死的吗 当死的 这是当死的 这是当死的 这博物馆应该有快200年历史了 比其看文物更是大看建筑的风格 他其他什么不知道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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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小 小 这些 这些 这个 是 的 到旅顺军港公园 对 对 投影3D的军舰模型 在港边可以看到整个的旅顺 在港边的旅顺 在一个沙河通知期间,这个叫做大营潮,被日本占领之后改变叫做望台炮台,那么现在咱们旅顺当地人就叫它两杆炮,因为它在这上面没别的东西就有这两杆炮,那么一般情况下是个战争时期的一个战壕的遗址,但是呢这个多年的遗址出发之后,这战壕基本上会给填平了,已经不是很容易, 看下这些个沙袋啊,铁丝网啊,还有枪啊,这些东西都是后来景区为了营造一点当年的氛围,后来摆上去的 这个里面当时是分为上下两层,中间是有石板给隔开的,那现在这个石板经过轰炸之后都已经断裂掉了,都已经不存在了,那当时上层就是士兵睡觉的地方,下层呢就是放一旁 好啊,那么咱们也可以通过这个爆破口啊,还有这些裂痕,这里边都可以看到,公式全部都是用鹅卵石加水泥,没有钢筋,焦住而成,那么当时为了修这个暗宝和这个堡垒,那么当时这个石头是从大连海边就地取材, 但是这个水泥呢,是从当时的圣彼得堡通过海上航运过来,那个时候中国老百姓没见过,那就知道这个东西,祸上石头之后就非常坚固,那就管它叫杨辉,啊,当时就是现在的水泥 这最后一道了,那么当时这个主战派的灵魂人物叫做康塔拉勤科,是他这个陆防司令,当时这个康塔拉勤科就亲自来到这个东机关山北毛垒,到了这个指挥部来亲自独占指挥,那么他呢,在这里开这个现场作战会议, 但是这件事,就被日本的这个情报机关给获取了准确的这个消息,同时呢,也知道了他这个准确的坐标,就是指挥部的这个坐标,当时这个公式的设计,是在这个230毫米以下口径的火炮,对他基本上没有伤害,所以日本当时就在对面一个山头,离他大概三公里的距离位置,集中了所有的28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 对着这个坐标点,就开始猛空,所以从刚才咱们过来的这个市民宿舍这边一直到这个地方,咱们看一眼这个日本人给康塔拉勤科立的杯 鲁国,咱们有认识下面这几个字的吗?没有,没有学日文的吗?对,对,对 叫鲁西亚,写成鲁迅的鲁字,但是呢,当时的俄国抗议,俄国的领事馆提出抗议,说你们不要叫我们鲁西亚,因为这个鲁字,在汉字当中,他觉得不好听,容易让人联想到鲁顿,愚蠢,匆忙,促鲁,那些不好的词,知道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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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最后来找一个神奇的拍照点 来,看到了是吗?看到了可以拍一下,然后可以拍一拍 看到玛丽没?看到玛丽没?拿着手机来拍一个,看看能不能拍出来,效果好吗? 就在玛丽这里,画下完美的句点 就在玛丽没的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